请回到我的频道 我相信大家在看很多就是关于时尚类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就是一些种草的视频 被提到最多的一个高频词汇 我相信就是时尚这一个词吧 我们总说时尚时尚 那到底什么才是时尚呢 时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哦 反正对于我来说 时尚或者时马都完全不重要 时尚呢它就是一场流行感冒 它可能来得非常的快 但是它也很容易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许呢你也曾经盲目的跟风过 把很多的钱呢白白的砸在一些所谓的时尚单品 还有就是别人推荐的一些种草物上 当你回过头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买到的这些东西压根都用不上 在过一到两年的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已经完全的过时了 大家可以细数一下 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到底流行过哪一些东西 从比较早的新冷淡极简风 到后来的新GUJI的文艺复兴 紧接着又是各种扩行非常非常夸张的街头服饰 到了现在个人时尚崇拜主义几乎到达了顶点 流量模特时尚网红 他们穿什么 大家就跟着穿什么 但是你真的有仔细想过吗 这些所谓的潮流时尚是否真的适合你呢 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 现在的夜下包就是 目前非常非常时尚的潮流单品 但是呢对于60%的亚洲人来说 这一个单品其实根本就不合适 大到一只手带 小到一件配饰 如果你盲目的跟着潮流走的话 非常容易扑街 我是相信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其实当一场场潮流过季之后呢 最浪费的并不是你的时间 而是你钱包里面白花花的钞票 其实比起盲目的追赶潮流 用心的塑造自己的个人风格 我认为来的更加重要 风格这一个词呢 听起来可能很虚 其实说白了就是要你穿得更像你自己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酷的人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强硬的跟风去穿一些非常甜美可爱的服装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性感的女人 那你就没有必要硬要去跟风穿一些街头运动风很适合行装 那就没有必要强行的要去化欧美装 毕竟我们不是明星也不是模特 我们只需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面找到自己适合穿的衣服就可以了 你是希望别人记得很有穿衣风格的你 还是希望别人只记得一个有很多件衣服的你呢 找到合适自己的穿衣风格 不断的复制它 深化它 这种做法呢 不但可以让你省下更多的钱 还可以让别人轻易的记住你到底是谁 找到你自己比盲目的复制别人要更强 至于该如何找到自己的风格呢 关注我 下一期我们来聊一下 感谢观看